欢迎大家来到思维空间 今天我们会谈到 感谢那些伤害你的人 著名作者大兵曾经说过 感谢伤害你的人 是他让你学会了坚强 感谢欺骗你的人 他让你变聪明 虽然有不少网友认为 感谢伤害你的人 这句是毒鸡汤 认为自己的心里 永远无法原谅一个 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 但我还是想说 人生在世 难免要接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和折磨 别人的伤害 未必对自己是消极的 也可能是推动我们向前的动力 最近阅读了 感谢伤害你的人这本书 更加坚信了这个道理 在感谢伤害你的人这本书里 作者用生动的事例 从心态 爱情 事业 心情 生活 人际关系等方面 教会读者在面对伤害时 学会把这种伤害 划成激励自己成功的动力 作者认为 遇到他人的伤害时 我们会愤怒 会怨恨 会自暴自弃 甚至是以牙还牙的报复 但是 一个聪明的人 就会学会把话悲愤为力量 在逆境中不断积攒力量 有时候 正是因为这些伤害我们的人 才让我们明白了社会的险恶 明白了如何努力超越这些给予我们伤害的人 正是因为这些成长路上的坏人 才让我们积翻了与之斗争的勇气 成长的这一路上 我们总是遇到许多困难和坎坷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的黑暗 其实是光明出现的前兆 面对别人的伤害时 我们坚强地面对痛苦 勇敢地迎接挑战 就有可能迎来光明 当我们足够强大 怨恨将成为感谢 有人曾经问过我 人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释怀从前的伤害呢 我的回答是 当我们足够强大 足够面对伤害我们的人之时 所有的伤害都会成为过去 去年在一档节目上 宋丹丹就公开感谢了自己的前夫英达 这句感谢令网友感到不可思议 更是被网友们称为世纪大和解 因为但凡了解过他们俩之间的故事 就会明白宋丹丹能对二人的过去释怀 有多不容易 而她说出这句感谢又有多么令人震惊 当面宋丹丹丹和英达离婚的时候 在娱乐圈里闹得沸沸扬扬 哪怕离婚好几年之后 也会在公众面前互相伤害 说真的 英达带给宋丹丹的伤害 应该是巨大的 当初在儿子八徒出生没多久 宋丹丹就开始了自己的上偶式婚姻 英达总是把忙当成借口 开始冷淡妻子 那段时间 宋丹丹听到了很多关于丈夫的绯闻 可当她质问英达时 又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她只能以泪洗面 默默接受这一切 直到她看到丈夫的传呼机上 满是别的女人的留言时 她才清醒过来 她不仅忍受了孤独 还感受到了绝望 面对妻子的痛苦 英达淡丹说了一句 那你也找一个呗 于是 宋丹丹有了自己的第一次外遇 并且提出了离婚 最可笑的是 英达在离婚后没几天 就娶了别人 她甚至不认八徒这个儿子 专心照顾着自己的新家 精神粗鲁的宋丹丹 一个人承担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 好几次因为压力太大 她精神崩溃地想要结束生命 不过一看到儿子 她又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她努力工作疯狂接戏 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和教育 吃了特别多的苦 而英达留下的只有一句无情的 我和那儿子缘分已尽 英达不仅是个渣男 还是个不合格的父亲 不过好在幸运的是 宋丹丹的演绎道路还算顺利 也在后来遇到了愿意疼爱她 疼爱孩子的好男人 正是因为当初英达的伤害 才让她学会坚强和勇敢 也正是因为英达的无情 才让她拥有了如今的幸福家庭 她恨过也绝望过 但是把对方带来的伤害 当成了自己前进的动力 所以现在的她 不仅事业成功 家庭也非常美满 她已经足够强大到 可以原谅曾经那个带来无数伤害的男人 人生过于顺利 会让我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有人说疼痛是有记忆的 伤害你越深的人 最能触发你的小宇宙 身以为然 每个人都喜欢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 但是一旦缺小了伤害和苦难 人就会很难成长 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努力的动力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伤害 发生在我中学期间 那时候的我成绩非常优异 总是考班级第一 人嘛 总是有了一点成绩就飘飘然 我也不例外 那时候的我 总觉得自己是最牛的 经常看不起成绩差的同学 甚至后来都不愿意认真听课 每天上课开小差 直到有一次班上来了一位转学生 第一次月考的总分直接超了我三十分 成绩出来的时候 他对我说 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每天那么骄傲 现在看来你也不过如此 都不配跟我说话 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成绩而特别丢人 也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么难听的话 从那时候起 我就像变了个世的 拼了命的读书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超越他 一次 两次 三次 终于有一次考试 我的总分超过了他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成功 而欣欣然 因为通过他上次的羞辱 我明白了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所以不论我考得多好 也没有忘记继续努力 直到如今 我也很感谢那位同学当时的羞辱 他说的话对我造成了伤害 也激发了我的小宇宙 哪怕现在已经工作了 我还是没有放弃继续虚心学习 不得不承认 那些伤害我们的过程和方式 并不值得感谢 到这份伤害 让我们成长为更好的人 最后 所以说 人生不如一之事 十有八九 没有谁的人生永远一帆风顺 也没有谁的道路一直平坦 我们的生活中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和挫折 总有那么一些人出现 带给了我们伤害和痛苦 但是不要充满怨恨和不满 也千万不要想方设法去报复 因为我们的成功 就是对对方最大的报复 读完感谢伤害你的人这本书 你会明白面对他人的伤害 最好的方式就是将这份伤害 化作自己前进的动力 你要不断成长 不断去成为更好的人 学会用积极的一面去看待一切 学会感谢 感谢那些让你成长的坏人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影片 你都可以点赞 订阅 分享 以及留言 我们在下个影片 再见 请不吝点赞